一轴一种摄影的技巧 可以将真实的世界拍出玩偶都市的感觉 大千世界的人与世 多少体面光鲜与冷峻孤傲 看似荒谬 但都真实存在 透过一轴 我们捕捉这些人 那些事 寻找社会主轴外的一轴人生 他在永宁港人节上给我发了一封信 他说 赵恒姐姐感谢你陪伴我过的这一年 我觉得有你我非常幸福 然后我觉得那一刻我真的是非常激动 就是幸福这两个字 特别的让我扎心 其实我觉得我越来越活得更像一个人 就是过去以为自己是精英的时候 渐渐地都不知道这个人字该怎么写的 就是我觉得其实很多人都是会做学问 会做大事业 但他忘了怎么做人 而谦卑正正是做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赵函 这个来自北京 港漂青年的女孩 身上有着太多绚丽的标签 从北京首屈一指的人大富中 到万千学子深深向往的清华大学 从人才济济的香港大学 到光鲜体面的中环白领 无数人羡慕的精英 却坦言自己过去的生活很失败 不懂如何做人 患有严重的精英病 一度病入膏肓 迷失了自己 最开始是想选新闻系的 但是这就是很搞笑的地方了 我跟我的一些同学说我想读新闻 然后我有一些同学说清华的新闻系分最低了 跟读日语啊什么的一样 不能去 要去清华就得读分高的 要不然别人会看不起你 然后我就一看经济管理学 就经管学院 就觉得这个分还挺高的 那就试试它吧 结果就是我当天刚进清华第一天宿舍 然后大家都是沉浸于高考的兴奋之中 然后就问你为什么来 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就问我就是对面那个床位的 然后他说 哎 就是因为分太高了才来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经济管理这些 喜欢心理系 他想去北大心理 但是他因为是那个省的第四名 而北大心理系在他们省招的那个分是很 就不算那么高 然后他的校长就觉得 这样一来就不够给校园增光 结果他就说了一句 他说哎 真的是分数高 不是给我们自由 反倒是限制了我们的选择 在就读清华大学一年后 他说的教育把北大清华就妖魔化了 然后就 所以妖魔化了嘛 就是觉得太难了才可以进去 然后一旦进去了 就就是有很强烈的归属感 所以那一份对于清 我是清华学生的那种 这么一种比较飘忽的 或者怎么讲 比较虚荣的一种归属感吧 使得我来到港大就有点放不下这个心 现在想想无非就是两所学校 然后我觉得实在没有必要给他赋予太多额外的意义 或者说其实大学教育真的不是在乎 不说是你是不是进去哪一所学校 我觉得关键是你在任何一所学校中 只要你忠于自己 然后再学着一个你喜欢的 你觉得有意义的专业 都可以非常精彩 但是现在回忆就会觉得还是有点惋惜 因为在这个怎么说呢 最有潜力 最有机会 的这么宝贵的人生的三年 我在学着一个自己毫无兴趣的专业 蛮遗憾的 港大毕业后 赵涵进入了一家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工作 这是一条在许多人看来顺理成章的职场路 他自己却从一开始就看到了结束 西装革履的太近不喜欢的商业世界 只是为了让自己对这一行彻底死心 赵涵大学时的好友维山 毕业后同样选择了会计师事务所 拿到会计师执照刚刚辞职的他 对四年中环生活的得失有自己的感想 经验方面就是拿了牌子 以及认识了很多朋友 因为始终你每一个职业都有不同的同事帮你 有很多经理 其实就学习了很多东西 以及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我也成长了很多 如果你说失败的话 可能这四年来用了很多时间在工作上 可能朋友、亲人方面就很少有什么沟通 其实通常都回到家 大家都睡觉一起床 全部人都出门 其实都是比较自己 自己有什么事都是自己解决 就好笑 可能亲人家庭方面的接触就少一些 这个是我觉得最大的loss 最忙的时候 你简直不会想什么是最忙的 因为永远有更忙 最忙的时候 你就不要假设你可以有时间吃饭 和有时间睡觉 搜手 然后去休息 不要有这种奢望 我有一次就是可能是凌晨了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我说不如看看email吧 结果发现我六个小时以后要出现在罗湖 因为我们要去深圳的一个厂做审计 当时我就觉得万幸啊 如果我真的不是凌晨查这个email 我第二天就矿工了 当时我的状态是很不解 然后很困 就很困惑 然后很痛苦那种状态 很难继续 我不停地给自己理由继续 但是我一天想无数次 我要走 工作仅七个月后 赵涵选择了辞职 有人说他太不能吃苦 太容易放弃 也有人说坚持一下 三年后便能拿执照 很快就熬过去了 但他自己知道 选择离开 无关能否吃苦 只是自己一直走在别人觉得成功的路上 承受着太多别人的期望 他厌倦了 离职后的日子清闲了许多 但他的内心却变得无比吵闹 生活上的艰难 很简单就是生活的花销 但是我觉得比起经济压力 更难受的还是心理上的压力 就是说好吧 我的人生到这个阶段了 我会觉得眼前是一片迷雾 然后我隐隐约约看到雾后面有一些的山峰 或者我觉得是一些的困难也好 景色也好 但是我看不清 所谓的精英教育 使我们这群人的路越走越窄 人生不是很多样的吗 为何生活偏偏越来越单调 谁说读过博士才算成功呢 谁说进大公司 不断升职才算有成就呢 可是我们这群人都是靠比较上来的 因而形成种种可笑又可悲的性格 我经常想 那些最聪明最出色的人 为何都选择去服务最有钱最有资源的人 但是最需要关爱的 却是最穷苦 最被剥夺 最无助的人 我无非是一个平凡人 但对比外来公子女 我的生命却满有机会和恩典 难道我受过的教育 所拥有的机会 都是为了自我膨胀吗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后 百废戴心 赵涵所在的教会 考虑在当地建立长期的一工典 帮助灾后重建和开展心理辅导工作 之前一直想去 但苦于没有时间的赵涵 这一次没有犹豫 作为探路队的成员 飞赴了北川 离开喧嚣的都市 抛开个人的纠结 去关心灾区百姓的疾苦 去找寻自己人生的意义 其实我去探路的那一周多时间里 怎么说呢 大概的是了解当地的情况 让我更感动的 似乎是志愿者的那份心 因为我看到他们从512地震 一直到第二年的三月 一直都在那里服务 就住在帐篷 然后住在阪房区 然后清平那个地方 又经历了 就是有一些后来有一些泥石流 他们仍然留在那儿 然后有一些人甚至是辞掉了在北京 收入很高的工作 他们的改变对我的震撼 其实更大 因为我会对比我的生活 就是我觉得他们这么做是无怨无悔的 并且蛮有喜乐 这会让我就是反响自己 那我的人生是什么呢 我在港大还接触到很多社会服务的团体 比如说一些关注中国内地教育的 关注环境的 还有一些关注东南亚那些欠发达地区的 见到他们做这些的时候 其实我是一种非常的敬佩 但是我自己又不知道为什么我做不出来 就好像说我也很喜欢这样的生活 但是我不知道是被什么好像绑住了 然后也可能是因为当时生活中很多的压抑还有混乱 因为也不清楚自己是什么 所以没有办法去真正行出来 放弃中环的光鲜亮丽 走过离职的迷失挫败 赵涵来到现在的机构 服务于北京农民公子弟 为家乡这群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孩子们编写教材 从义工到正式员工 从做琐事到发挥所长 人生的蜕变有艰辛有反复 但却渐进梦想 我想我在最初进入这个机构 就包括做义工还有后来转成正式的同工 的确经历过很多心里面的反复 因为当我拿着一打字文件去做复印的时候 然后去把钉书钉一个一个的撬开复印 然后在一个个的钉上 很多很多这种有一些重复性的工作的时候 然后我内心会生出一些不满或者是一些质疑 我在这里干什么 有的时候的夜晚可能会经历一些更大的内心的一些的冲击 就是我觉得是一种更加失败的感觉 就觉得我过去已经很失败了 我走在一条别人觉得成功的路上 但是我自己走的那么辛苦 然后大学那么好的光阴 我也没有读一个自己最喜欢的专业 然后毕业了第一份工作 也是让自己觉得就是越走越无力 那么我现在以为可以挣脱了可以解放了 但没想到我虽然说进入了一家这么有意义的移工的培训机构 或者是我原本以为我可以做很多大事 但为什么现在让我做的都是一些琐碎的小事 所以这一种的落差也是让我觉得那我真是太失败了 就是过去是没有人生意义 现在为了人生意义再做一些事情 但没想到发现做的事情好像还是没有意义的 最初的那个阶段我觉得是一种人生的衔接 就是有夹杂着很多的自我的混乱 很多的一些的过去的阴影 很多扭曲 可以是说是在那段专门做小事的日子上面就彰显出来了 他来的时候的职位是做admin 这样的嘛 其实我觉得和他的strength是有些距离的 开始很迷茫的 我记得他开始那几个月 久不久就会问一下 究竟我在做什么的 或者有些好像不是很开心 为什么我要做这些事情 但是一路见到他这两年多来是有变化 越来越找到他自己的position 做每一件事就算很闷也好 你要见到闷背后的原因是做什么 就是你见到那个big vision 我做这件事我是帮文公子弟的 那我就不介意 我是帮文公子弟去做些很无聊的 后来赵咸去了探那些小朋友 真的建立了那个关系 更加认识到整个project 究竟是做什么 那就不会介意做一些最 好像最琐碎 它是below他的能力的东西 但其实那些都是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Holy是赵涵现在的同事 拥有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他 选择毕业后返港 从事非政府组织工作 服务北京的打工子弟 高学历精英服务底层群体 他并不认为这样的选择是大才小用 相反却是学矣之用 中学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去做义工 接着我到大学的时候 其中对我很影响我读什么呢 是我在波士顿的唐人街 做一些小朋友的课后活动 是一些免费的 其实都是做义工 去帮他们补习 看到他们影响到我读书的时候 虽然是读经济 但是我读很多是教育学的经济 教育政策的经济 然后也看很多劳工问题 如何移民 到我读PhD的时候 我都是看很多农民工 如何由乡下去城市打工 那个经济学方面 开始用经济学方面去看 但后来发觉 原来他们的教育 都很大挑战 两方面 就是打工人口的第二代教育 其实就是我今天做的事 其实跟我以前读的事 很相关 也许是今年刚加入打工子弟项目的新同事 赵涵坦言 在也许细致高校的工作中 她看到了自己刚来时相对欠缺的谦卑 拥有中大本科 港大硕士教育背景的也许 并不觉得自己如何高人一等 其实首先我不觉得自己受过很高的教育 例如我认识的很多同学 其实很多都是有我差不多学业背景的了 可能出来读完书 出来做事 做完几年后都会读过Master degree 这样的人是很多很多的 所以我不觉得自己比起其他人 是特别好或者怎样 我只不过是觉得用我自己的背景 或者我自己的学业 我现在找到一个是我喜欢的工作 我会这样去看 其实最后吸引我的是因为我开始写教材 就是我们在为北京的打工子弟 设计一些生命成长力的教材 比如说抗逆力 生涯规划 身份感的认同等等 而我们这些香港的团队 就是世界各地 有着世界各地教育背景的专家 他们的强项不是在于中文写作 就算用香港的文法写出来 在内地也是不合用 所以我所做的工作像是一个转换器 或者说他们提供很多这种 从教育学 心理学等等的 提供的这些优质的教育的理念 这就像蛋糕的原料 而我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原料 最后做出一块 符合北京打工子弟口味的 和符合他们营养需要的一个蛋糕 我开始在崭新的道路上前进 我逐渐发现支撑我走下去的 不是意义 不是热情 而是我的生命素质 在服务打工子弟三年多的日子里 赵涵逐渐意识到 现在的自己比之前更谦卑 不再介意做小事 也更清楚自己的梦想 我过去的眼中是没有这群人的 我觉得北京只需要人力 不需要人口 看到农民工会觉得他们很脏 从小到大一路名校 然后精英教育 然后也挤很多的资源于一身 受别人伺候 眼中没有这些在苦难中 在贫富差距中挣扎的人 所以那个时候我只想与体面的人接触 我也想做一个体面的人 而农民工在我眼中无论如何都是不体面的 后来我做了这个事情之后 我才觉得我自己过去是多么的自大 也是多么的可怜 很多农民工的聚集区竟然就在我家小区的附近 或者说真的是邻居 但是原来高楼背后有着这样的血泪 而这样的血泪却是我之前试过网闻的 甚至嗤之以鼻 我过去认为人的价值就是跟成就是成正比的 觉得自己什么事情做风光了 考试考好了 就觉得自己特有价值 然后特看不起别人 但是我后来进入到了农民工他们家里面 我看到他们真的平时省吃俭用 我们家坊可以把最好的东西拿给我们吃 然后我看到他们家里面的那种拼搏关爱 看到他们对于机会的渴望还有珍惜 那我如果看到他们他们没有成就 没有地位 我岂是能说他们没有价值吗 如果这样的话 他们的眼泪他们的苦楚 岂不就应该无人所知无人关心吗 但是我自己我不能再这样 我不能面对这样的质疑了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也许这个世界不是我之前所习惯那样的 赵涵觉得打公子弟最缺乏的是信息 是机会 是来自大朋友的关怀和指导 孩子们生命的坚韧和对机会的渴望 也让赵涵反思 原来自己身上集中了太多别人梦寐以求的资源 但却时常抱怨 不懂珍惜 现在的他常常扮演大朋友的角色 尽自己的能力为孩子们争取机会 例子 例如刚刚我们有一个学生 我们访问过写过一个故事 跟他们认识了他很多年了 由他读初中到高中到现在高智考 是一个文工子弟 他很聪明的 但没有机会回到老家读高中 考大学读新闻系 访问他的时候 他问他有什么三个愿望 如果现在给你三个愿望是什么 他就说我其实只有一个愿望 希望有一个实习的机会 只要他一听到 即刻去找他所有的朋友 去帮他找一份实习的机会 很多自己很上心会找 离经盼道的精英找到了人生的定位 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薪水虽比从前差了一大截 赵涵也欣然接受 学习简朴的生活 他感谢父母一直以来的支持和理解 然而要让亲戚朋友也接受自己从大众精英到草根精英的转变与落差 其实并不容易 可能在一些人眼中我现在做的事情是很不知所谓的 还有我当然也有一些亲戚会觉得你怎么跟那个农民工去交合到一起了是不是混不下去了真的会有这种说法 那虽然我父母他们很开明很体谅 但是当你听到这样的一个说法混不下去了 而过去是好像混的还挺不错的 可能也会有有些挣扎 他们跟我说的不多 但是我觉得是有 但是这又是一个阶段 那之后我父母又接触了很多我们机构的同事 然后还真的我邀请我妈也去参加我们一天的营会 他们就真的感到你们是一群有心的人 我父母的评价是你们机构的同事 跟我们接触的我们工作环境的同事很不一样 然后我爸爸还会说 其实这些香港人在做的事情恰恰是我们北京人该做的呀 我觉得这一句话就够了 第一次跟我妈妈说我来这里做的时候 他第一个反应他觉得好 但他有点害怕有没有人工收的 我想他对他来说就算没有人工收 他都觉得他都可以想象到我做这件事 他以为我做乙工 他都觉得虽然他心里面可能有点不舒服 但他都会让我做 我觉得在美国那种精英教育是要求你这样 你要做得好不是为了你分数高 而是觉得你有这样的潜力 你要不断地将最好的东西去做出来 我觉得他开心了很多 这一路该怎么走 去年年末 他将自己七年港漂生活的日记 博文 整理出书 记录了一个 和内地精英在港的挣扎 困惑和对前路的思考 穿起了一个北京女孩在金港两地 寻乡寻梦的旅程 两个群体的反馈是不一样的 香港的读者更多的是觉得挺新鲜的 因为他们没有机会接触这类的港漂 或者是机会比较少 然而对于很多内地的读者来说 我想印象最深刻的 他们除了对于这种中港两地的文化差异的比较之外 更多的共鸣是在精英教育 特别是一些过去的同学 因为当我们走出校园进入社会 我们往往会真的看到这个世界不仅仅是为精英预备的 赵涵感慨 现在回头看 心底真正想要什么可能早已出现 只是不一定每个人都能认识到内心最真实的渴望 一直以来走在别人认为成功的道路上 努力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不仅做还要做得出色 他自嘲 那时的自己是一个丧失了梦想的人 有一天我在间中下班 然后我看 偶尔就是一瞥看到了一句广告 那个那句话叫做梦想改变世界 我当时看到这句话我竟然是一声冷笑 我说梦想 但是我后来回到家晚上就哭了 因为我觉得我这么年轻怎么开始嘲笑梦想 然后我会问自己我的梦想究竟是什么 我aw 如果我今天见到七年前的我 我可能会对他说 真的忠于你自己